今天谈那个话题啊 还是谈老伊万 70岁的伊万科威奇 也就是我们国足的主教练 那么主要呢就是说 我们的媒体啊 特别是自媒体啊 对这种就是足球教练的聘用问题啊 我的一些朋友都在跟我聊 昨天晚上半夜也在聊 那么聊到很多的就是关于这个足球的问题 那么我在这里呢谈一些看法 但是只不代表个人啊 首先呢就是说 中国足球的媒体 官方也好自媒体也好 对我们的足球的期待 是那种就是说 很就是很有激情的 很有那种期待的欲望和愿望 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期待 就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怎么怎么怎么 我们怎么怎么怎么 那么这个考虑的问题呢 比较片面文明 首先呢基于我们的人口庞大 那么当然了 尤其外界作用 就是外界就是包括亚洲联啊 国际洲联啊 这形成了我们的文化里面 认为我们的足球 因为我们人口多 我们必然是足球强国 就这种逻辑呢 是不是存在 大家一起探讨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当18强产生了以后 中国在里面了 中国在里面了以后呢 18强以后 我们这种期待呢 随之因为进入18强以后 我们的期待就随之提升了 也就是说 18强给了我们一个踏进 世界杯的一种机会 这种机会 还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 或者是一种争取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那个国际主教练 要换成一万 那么一万以前的是谁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进监狱了 贪污腐败不堪 我们把这个反腐国家的那个 那个行政管理职权和那个我们足球的里面展示就是搞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暂停的另一方面 就谈足球 那么所以呢就是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现在就是说欲望越高对国家队的期待越大 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 因为我们的能力可能有存在一些偏差 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契约精神在哪里 因为国足的教练是我们足协代表全中国足球的管辖权 与一万科威奇签约的 这种签约带有什么性质呢 就是带有我们是聘请他 我们asking 就是我们需求的 那么对方呢 有根据他的能力 我们也有一种评估 你不要说国际就是中国足球一点没有评估 这种产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各个选赛的当中 我说各个是有道理的 不是单个 待会我会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进行评估 即时评估 根据他的业绩 根据他以前的经验 选中他的 选中他的主动方式 我们 首先我们是有一个评估 他适应这个 他能带这个队 能打单的呢 这个是我们的思维逻辑方式 那么然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双方谈判 谈判以后呢 我估计他有律师团队 谈判以后呢 就马上就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ABCDEFG 对吧 你应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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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 一般科威奇的那个 很有可能那种成绩啊 达不到这种就是条款里面 所限定的 那么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的 首先我方就是中国主席要提出来要去聘人家 人家符合条件跟你一起谈 谈了以后就是大家走七月精神 七月精神是什么 这是我们需要尊重的 到最后七月精神如果谈崩的话 或者大家不能实施的话 大家在条款上有冲突的话 判罚是谁 国际主席 那么所以呢 在七月精神的条件下 我们要有什么呢 要符合国际主席的相关规则 这不是法律啊 讲清楚啊 那么要符合这个 那么如果跟中国法律相抵触呢 我们就是说国际主席有规则 就是要符合 以该国的 法律相冲突的话 以该国法律为准备 对吧 这个就带过了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自媒体也进来了 这些自媒体我认为是原来 官方媒体的一种就是 非业余人士的延伸 也就是说他们一批人就是说 代表就是国家的那个媒体 或者是这个足球点评啊 或者是那个报纸啊 或者是那个电视啊 这批人以后呢 因为现在的自媒体发达了 他们的观点影响到自媒体 现在自媒体乱发挥的 现在自媒体这个教练不行 那个教练高红波什么 一个一个都弹出来了 把那个所以 这些东西的起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按照我的判断 实际上在蚕食和影响 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 就是说自媒体 你要叫什么 小动画体谈 乱七八糟的 也不是说有故事老王 对吧 这个他不谈足球了 那其他的方面呢 就是说 对足球的专业 他们不尊重的 他们高兴怎么谈 一万不行 那个什么 马上应该找高红波 或者是找其他 这个某某我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个自媒体啊 不能这样这样做的 那么我要找出自媒体 为什么有这种原因 它的来源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部分官方媒体代表的人 后续和延伸 因为当时的官方媒体 他们不能做自媒体啊 当自媒体有了 他们完全是按照你当时官方的 实际上是业余的人 对足球的点评 他们继承了 所以造成今天自媒体的环境 是相当糟糕的 他们要左右中国足球的发展 实际上他们是更偏急 远离专业足球的 我们讲了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什么 在相当约束的规则条件下 是什么 国际足球员制定的 要知道 我们的遵守国际规则的 记录不是很良好的 从卡马乔到那个 那个就是什么 也是魔术 就上海的那个Dobla 就是那个就是 叫什么 你们叫什么 也就是那个 阿卫克斯特的那个叫什么 对吧 然后呢 意大利教练 然后什么什么 全部发生产生争执子以后 没有一个到国际足球员 进行听证的 包括马宁判罚 那个就是推倒他的 那个巴西球员都被推翻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现在 要引起重视 今后中国足球改革 必然是什么 根据自己的条件 严格征受国际足联规则 是不是应该这样 现在看到目前为止 就中国足球的管理 贪污腐败也好 今后改革也好 至少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则 比我们中国足协 制定的相关规则 怎么领先 超越 前卫 对吧 比你领先 所以你相关规则制定 你要在不违反 国际足联的规则前提下 你可以制定相关规则 你不要弄出了匪夷所事 成零点五都弄了笑话 大家踢球踢输了紧急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应该面对的 那么自媒体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领事不够了 就是乱来了 就是这个把 现在又把那个06年 16年的比赛 全都拿出来 我们赢什么 我们赢南韩三比零 说实话 你们也赢 中国足协也赢过 那个澳洲足协 澳洲国家队 一比零嘛 那个时候 松下打进去的 左脚嘛 我们也讲了 这个左脚很厉害嘛 现在开了 我们又证实 这种比赛是什么 国际A级比赛 无关键要的 到了世界杯 一选散是什么结果 大家都要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看来一个 由于前期的一种 就是引领不够 包括我们国家级媒体 对足球的理解和解读 都是说实话 没有内心 内在的那个 就是技术含量 和内容细节过程 特别是技术细节 是很差的 说实话 哎呦 这个好诠我讲过了 这个我就不重复了 那么这个 这个现象是延伸到现在 因为自媒体发达了 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讲好就好在哪里 讲不出内容 所以对足球的尊重是什么 实际上尊重他的技术内涵 内容细节过程 不是什么 大概名气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生了 主教练和国足的期待 就相差了 对足球的对他的要求 又相差了 这就是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是要在符合国际规则 就是国际主义规则 相关规则下来解决的 是不是 如果不能解决 那么就上听证局 你听证吗 如果不听证 说明我们还没有进步 我们要敢于听证 这是对我们的提升 所以不要怕 你既然有一个规章制度 有一个规则 你就应该敢于去听证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这么多的记录 听证记录 是比较差的 说实话 对吧 这个契约精神 就是体现不出来了 那么由于契约精神 大家又来了 我们就讲到了 澳洲国家的主义 阿诺刚刚辞职 这种契约精神 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中国自媒体也好 国家媒体也好 要了解一下 这个契约精神 包括了一些 没有条款的约束 这是什么 就是足球的惯例 足球的什么 延伸 就是专业足球的延伸 继承以后 就传统足球的是什么 他不但更新以后 被足球大家庭所认可的 我们举个例子 你把如果一个主教练 不谈一晚今天 你把主教练请来了 是你愿意的 你期待他是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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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具体我们不谈 你认为 如果做不到一点 你就惩罚他吗 就你列出来 我经历很多 主教练来了 要什么 要打多少命 打多少命 我给你提前 就是说 我出了钱 你应该全都做 这是有 商业成分的企业精神 就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用 滥用商业 因为你出了钱以后 你把所有的东西 你全都得到 那就是 不是真正足球的 继承 你再也就是说 无限的夸大 无限的夸大 自己的需求 无限的夸大 自己的要求 或者索取 你这就是out 国际足球大家庭 不会接受这些 所以你很多的 就是争执 就是与那个合同 冲突了以后 你不敢去听证 这里面还有其他原因 所以对待 传统足球是什么 足球的惯例 是一个大家庭认可的 而不是我们中国 出了一点钱 就马上能挤入大家庭的 这不是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中国足球 特别是自媒体要认识到 现在这个矛盾很突出啊 我出了钱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那么我们国家队的教练 我们中超的教练 现在抓进去了 出了钱以后 他做到什么了 出了钱以后 他把钱去买比赛啊 所以这个问题 是一个逻辑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球迷也好 观众也好 包括解说也好 包括自媒体也好 我们要一个清醒的认识 当一个足球传统的东西 不能在中国实施的话 是不是我们有问题 还是人家有问题 他在其他地方 就我们讲一万 他在其他地方 都能有效的 有成绩的 到了中国 为什么不能 没有成效 我们要思考了 如果说他只有能达到 从一到十分 他只能达到五分 或者六分的话 你一定要达到八分七分 他达得到吗 达不到你就惩罚 你这个条款里面 中国我见过 乱家的 都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不是学习态度 签这种合同的 俱乐部总经理 天知道他是懂不懂 主权 我可以告诉你 从现在来看 我的经历来看 这些东西都不懂 这是在有一点 就是乱夸大 就是乱索取 所以中国足球搞到现在 没有搞清楚 国际足球大家庭 这种规律是什么 被大家广泛的 就在足球最先进的层面里面 被大家认可的 我们还没到这个 我们就是说要 把他就榨干 没有人能做到 只有现在目前来说 从打A级比赛的 有意识来看 就是国际非凡A级比赛 就是国际比赛日 然后加这些教练 你除非就拿了一个 很大的合同 去把西班牙 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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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你在国家队层面 比较理性的层面 也只有前南斯拉夫 可跟我们合作 你能不能请一个日本教练来 说实话 好多东西相抵触的 人家也不敢接受 这种大家庭 在干嘛 在排斥我们吗 还是我们自己远离的大家庭 这个问题要引起思考的 足球漫长 现在中国足球面临的是18强 下面就是 澳洲足球宣布 波波维奇 波波维奇是谁 范子一走开 他就去踢那个水晶工的 就是波波维奇 在悉尼的 住在哪里我们都知道 也是前南斯拉夫的移民 这些经历就是说 我们都是有很多学习的范围 我们学了吗 我们把教练请来 就是你123456789 全都做到 做不到 回家 不能这样 这个不是学习的态度 所以学习在自我 我一直讲到学习 你不要告诉我 我们在学习 没有 说实话 我们不骂人 就是说 这种学习 包括我们的什么 我昨天前天的视频里讲到 哎呀 我们16年什么时候 这个教练又是球员 40岁还在打联赛 人家跟着李批 跟着什么 就是那个卡纳罗瓦 什么都是更名教练 结果我们一查 16年国家队 ranking FIFA的排名 是96还是94位 我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自媒体 要反省 要有一种反省以后 要用着羞辱感 不要讲话 就是说毫无遮拦 奔放 热情奔放 结果到后来 一碰碰到现实问题 一下子就没正音了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要注意 大家珍惜 中国足球发展 一起为中国足球 出谋划策 理性的对待 中国足球 特别是我们 请来的教练 不要把人家 请来了以后 再羞辱人家 这个是我们足球 目前来说 最大的问题 结束了